DS是第一次在下古拉斯高原进行交手 好 简单介绍一下选手的点位 在四点钟方向的红色人类选手 华裔Spider的DS 对上的呢 则是在十点钟方向的蓝色 神族选手热身钢铁人的灰 那其实我想会在第四张图派出DS 是因为接下来第五张图 暴风前夕是一张神族的图 暴风前夕也是下半季的新图 那大家都还没有看过 所以 打十应该是想说 想说就算有第五场 留着让Nephi这位神族选手来打包 不过这两位高手高手高高手 他们现在本季的对战扯平了 因为今天前面是辉获胜嘛 现在变成四胜四败了 对 所以接下来看是谁 五胜四败喔 那其实辉呢 我们了解他现在在就是上半季 打得很不好啊 十连败坐手 连辉啊 身为主将啊 战绩也没有说很理想 所以过年这段期间 他真的是苦练 苦练再苦练 那网路上也很多的乡民们 也非常推崇啊 那个鬼手灰 这个苦练 因为他练习的时候 都会开直播 所以大家都 都可以看得到他在练习 其实你如果真的有在看他开直播 你真的会感动 他真的是几乎每天开的 一开都是12个小时起跳 是喔 对 而且从那个观众人数 一开始开直播可能一两百多 到现在他只要一开直播 就有可能两千人 甚至三千人 真的 而且他还不收钱 当然 当然他是免费的 对… 我而且我就继续了解 昨天他表演赛 在打赢我们两个之后 回去还继续开直播 在打赢我们两个之后 他没有说放鞭炮庆祝 也没有什么放鞭炮的 平时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用放鞭炮 对 这边DS能不能够复仇 刚刚死神是剑手工 但是马上回头就被 回马枪了 回马枪 这个灰就来个板鸭 DS这边是直接束风口 然后要做人类这边束风口 然后要来做一个5瓦斯开矿 那灰这边是比较要来盘科级 二瓦斯已经下了 好 那这边呢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讲 像之前有讲到 啾啾十滴 宠湖的啦 十滴快工 刚刚Fly更狠 六滴快工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 现在也很多的婆婆们 妈妈们在看啦 那是不是 久没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十滴 什么叫六滴 滴是因为说 按工虫的快捷键是滴 讲是英文字的滴 对… 所以说六滴就是说 六只工虫 我就下狗词 叫做六滴 就下了一个 孵化池 对 那十滴就是 十只工虫的时候下孵化池 所以是那个速度啦 你六只工虫 你就下孵化池 马上就出了一化虫 但是这个速度会更快 这个出门去打草 那十滴就是十只工虫 所以是英文字那个 ABCD的滴 快捷键的那个滴 快捷键的滴 对 不是说六只猪 对啊 六只猪是什么 六只猪要拜拜 讲滴啊 讲滴 十只滴啊 十只猪就跑出去了 然后这边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速度啦 好的 那这边看到的是蓝色的灰下了二矿 对 因为他可能有猜到说 DS这边速开矿 因为这张图其实开二矿也是主流 所以是马上开二矿 而且你可以看到 灰虽然说现在二瓦 但是他应该有精算过 在灰主矿左边的那个瓦斯 是只有两只在采 右边那只是三只 他应该还是尽量让自己的经济最佳化 所以在这一个采瓦斯的探测机的数量 也是有做一个调控 那DS这一场你看 他上次上一场没有补雕堡被反打 这一场就是乖乖堵堵堡了 那你这一场还是要先走一个深化部队 所谓的陆战队加掠夺者的一个组合 这次没有掀出死神了 对 其实你如果从只看死神的部分 这个战术是成功的 是成功的 没错 但是在反打就整个崩盘了 对 就是堵堡下的慢了一些 其实堵堡如果两个箭起来的话 上一场就是 建起来就守住了 对啊 DS结局应该就可能不一样 对 回忆的那个真的 说他进场的时间点 很坚决就当机立断 对 但是晚个三秒 那也是人家就建好了也不一定 对 晚个三五秒掉落就好 然后就开始快乐的维修 对对对 现在这是人类的好处啦 就是他的建筑物有些是可以飞的 大部分就可以飞 大部分的人最主要都可以飞 对 补给站是可以不能飞 可是可以降成地下室 对 降成地下室 就是可以走过去这样 对对 可是打一样痛 对 就是被打一样爆 当然当然 如果降下去不会痛那还得了 对啊 还可以躲起来 盖在你家就好了 对 不过蟑螂是盾地的话就打不到 对 盾地就变引擎单位 你要做侦查 嗯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灰这边3BG补了一个 三个传送门补了一个机械制造厂 它待会可以搭配大概两到三个不朽 来尝试做一个潜压 因为它稍微很早就船 所以稍微的立场的数量会够 所以它待会可以尝试性的做潜压 或者是掩护等自己的具象完成 那家里面同时也下机械研究所 好 DS这个时候潜压 不过DS这个潜压部队是有震撼弹 有盾牌 但是没有打针 选择的是盾牌而不是打针 所以没有打针的话 其实在操作性上面就会 操作的弹性上面就会稍微少一些 而且还是要特别 灰这边是只有 大部分是少位 不过第一只不朽快出来了 大概撑到第一只不朽 不过其实DS这部队数量蛮多的 好 稍微开一下视野 哇 刚刚打一只打掉部队 回拉一下 现在打针也开始在升 DS这个时候开始在踢下 一把雷达 这稍微不能再被点掉 稍微再被点掉的话 待会立场会不够 好 现在有不朽出来了 稍微是可以守住 所以DS要后撤了 那开始要转巨像 有梦幻泡泡灰 那目前呢 四连胜 四连胜当中 在下半期的个人 也取得一个四连胜 加上表演赛就是 连胜 他可能觉得那个不算 那应该是零点医生 零点医生 四点医生 对 好 这个观察者都看到了 对 看到了DS的兵集结在这边 不过DS也是蛮细腻的 他把部队都分散了 是要怕巨像的这种 扩散的攻击输出 散兵 稍微散一下兵 然后等打针好 然后待会医疗艇也会转出来 有医疗艇之后 这张图还是要来 人类这边还是要来尝试做一个空投 不过这场比赛 这两位高手 高手 高高手 就已经 就是决定要打这种正面的了 没有什么骚扰的 对不对 我觉得人类还是要尝试的去做空投 打正面的话 如果一样的经济 一样的兵力的话 其实 神族的泛用性是还蛮高的 对 尤其是当他具象成型 然后如果甚至在转个什么 圣坛武士有优能风暴之后 打正面的话神族是很可怕的 那这张图真的是 我会觉得人类要一直尝试的 来做一个骚扰 其实人类的这个种族特性 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直做骚扰 现在那个操控OB的大哥 好像告诉我们说 在等打针升级好了 对 他等打针升级好 真的是要打正面的感觉 对 完全就是正式摆开来就打了 前期也没看到什么 两个人有骚扰什么都没有 但是 灰这边已经两只巨像 虽然说射程可能还不会好 前面一个 正在路中间的 好像被秒杀 对 但是两只巨像 如果没有围巾战机的话 只要让巨像攻击输出 你看他应该是在藏巨像 把巨像放在 你看这是小细节 对 真的没有围巾的话 怎么打巨像 这个是在藏巨像 这个小细节都做得很好 PS没有升围巾战机 那巨像威力很强大 这个空头载上来 然后发现有巨像 可能会不知道来不来 又载回去 对 直接从正面了吗 真的要 巨像来了 看到巨像 看到巨像会不会退呢 对 我走好像背了 不是说好没巨像吗 怎么会这样呢 兄弟们赶快先退个两步 不过掠夺者数量蛮多 但是这样硬冲 还是很危险 因为你如果这个人类 这个潜压部队没压下来 自己被吃掉的话 那神主可能又要再次 像上一场一样反推了 不过这个DS在 这个八点钟方向 有一个军工厂啊 算大眼睛啊 对 八点钟方向 一个飘在那边 半天 他不会飘过去看一下吗 我觉得现在 神族的这种正面部队 已经完全成型了 巨像数量已经起来了 而且重点是有射程了 三支了 现在反而是灰出来了出兵了 他第一时间就是要抓科技完成 违巾算也不够 对现在灰在积极的赶快升违巾战机 好 巨像攻击赶快输出一下 现在双方在拉阵型 哎呀这个掠夺稍微有点落单啊 这个DS的围巾 他只有一个星际港 一次算可以升两支 我觉得他刚刚长巨像效果很好 对 虽然又挂反应炉啊 可是还是现在反不及及的感觉 围巾凑足了三架 对 基本上三四支巨像 至少需要七八支的围巾 才能够有效的 嚇阻巨像的输出 那像现在围巾算不够 然后挥个前置水晶一下 他现在一定用射程在占你便宜 对 达不到围巾过来太不怕 开队来了 这个持续来回拉 然后巨像一直在做输出 补给站打 那人类还好 人类可能短时间内还不会卡人口 但是前面的建筑学全部都被点掉了 还有放立场 还放立场 这立场是先放着 先卡住你 然后巨像继续烧啊 对 因为现在射程最远的 就是巨像割了啦 对 巨像被点掉了一支 但是还有三支啊 地面部队追猎 刚刚有一些追猎卡在后面 不还好 围巾是战机 还有两支 前置水晶完成了 开始继续传追猎 哇 刚刚我们看一下工兵树啊 DS二矿工兵几乎死光了 对 而且真的DS家门口一片焦土 对 刚刚DS死了25支的太空工程车 刚刚呢 画面上带到的就是我前面讲的 八点钟方向那个军工厂 站到人家 它的用途是站压的矿 我这边呢 正面呢 灰一路的打进来 这个可能挡不住啦 巨像一直在烧 矿螺 哇 这么珍贵的矿螺被烧光光 好残啊 为什么把矿螺放到前面送死啊 他第一时间拉过去 A过去 对 然后吸引注意力 巨峻 DS连败给灰两场 哇 真的是鬼手灰啊 已经个人拿到五连胜了 这么一来也使得双方 赞成了2比2平手 休息下 再来看第五场的比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